据外交杂志称,澳大利亚在当天同法国签订了一项合作合同,这其中就包括正式向法国采购12艘大型常规动力潜艇,整个潜艇的采购计划耗资约355亿美元。 这是继去年澳大利亚耗资263亿美元9艘26型护卫舰以后,再一次玩了一出大手笔,让许多中小国家纷纷羡慕不已。 近年来,澳大利亚海军可谓是在急速的扩张当中,两艘满载排水量为2.6万吨,并且还装备进行改装用来搭载F-35B战斗机的堪培拉级战略投送舰已经服役。 新一代的霍巴特级宙斯顿驱逐舰,也在陆续服役当中,再加上去年购买的9艘26型护卫舰,已经刚刚采购的12艘常规动力潜艇。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澳大利亚海军的整体实力,将会进入世界前十。 当然很多人都非常疑惑。 地处南半球大洋洲的澳大利亚,完全没有任何海上威胁。 那么,为何还如此扩充海上力量呢? 其实原因很简单。 澳大利亚,不但是美国的小地,更是一直在宣称受到了威胁。 具体是什么也是众所周知。 在此就不再表述了。 我们具体说一下采购潜艇这事。 这次澳大利亚采购新型潜艇的专案代号,为SEA1000专案。 其主要就是为了代替目前澳大利亚海军服役的科林斯级潜艇。 而科林斯级潜艇,在当初服役的时候,也曾是世界上吨位较大的常规动力潜艇。 其原因就是较大的吨位,可以使得潜艇在海上拥有较长的自持力。 这也符合澳大利亚海军的需求。 科斯林级潜艇,是在瑞典西哥特兰级潜艇的基础上,硬生生地扩充了高达2000多吨。 并且还借鉴了一部分哥特兰级潜艇的技术,使得科林斯级潜艇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3350吨。 完全可以依靠自身能力,从澳大利亚航行至东南亚地区海域。 这也是当初澳大利亚非常看重的一点。 全部6艘科林斯级潜艇,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宣布服役。 距今也仅仅才过了20多年。 完全可以再占一段时间。 但是澳大利亚却并不满足。 为了应对所谓不断增强的威胁力量。 澳大利亚决定耗聚资采购新一代效能更加强大的潜艇。 这就是这次潜艇采购的初始原因。 当初竞争澳大利亚潜艇的国家,一共有三个。 分别是日本拿出的吨位放大版航龙级潜艇方案, 法国的缩子于常规动力版本, 以及德国仍然在纸面上的216型潜艇方案。 而在此之前日本的航龙改进行一直呼声比较高。 并且在此期间, 还发生了法国由于集潜艇内部资料引述泄露的尴尬事件。 但是最终澳大利亚却并没有选择已经服役。 并且技术相对成熟的苍龙即改进行, 而是选择了法国的缩子于常规动力版本。 原因有二。 其一就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的AIP动力技术, 一直抱有怀疑。 并不认为日本技术有它们宣传的那么强大。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。 其二就是缩子于在设计之初, 就是一款核动力攻击性潜艇。 本身的构架就非常高。 而改为常规动力以后, 其本身就要比原设计就是常规动力的潜艇强大很多。 此外, 法国的AIP技术, 也确实高于日本。 正是因为这两条原因, 使得澳大利亚最终选择了法国的方案。 此外, 澳大利亚还要求法国在该潜艇上, 应用美国ANBYG-1作战系统, 以达到具备发射BGM-109战斧前射巡航导弹。 法国的先进潜艇技术, 加上美国的潜射对陆攻击能力。 使得澳大利亚这款潜艇在诞生以后, 绝对可以称得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。 而这次潜艇, 采购加上之前的护卫舰采购计划, 也体现了澳大利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。 那就是永当小白鼠的精神。 26型护卫舰的英国自用版本, 才刚刚切割钢板不久。 而法国自用的缩子渔型和动力潜艇, 至今还在建造当中。 两款武器都没有进入其本国现役。 也没有经历过任何可靠性检验。 澳大利亚是真敢买啊。 可以说, 澳大利亚为了迅速扩充海上力量, 真是算是不遗余力了。